西汉至汉原帝流逝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整个皇族进入了爵士和皇帝短命的怪圈 这位宦官和外戚当权创造了条件 最终王莽创汉之力建立了新朝 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实行一系列新政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新政似乎很合理很好 但方在当时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就如同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 他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严重不匹配 王莽的新政包括了设计田地 奴隶的王田令 施属令 还包括经济方面的武军设带 设计民生的盐 铁 酒 筑钱 征收三折生产税等 这些新政不但破坏上层贵族利益 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官民就这样走向了对立面 很快各地爆发起义 王莽政权被陆林军所灭 在这些异军当中有两个关键人物 刘璇和刘秀 他们都是汉景帝子刘发这一脉的子孙 最初是刘璇建立了庚史政权 制成庚史帝 刘璇在他帐下做偏将军 后来自带独角光芒的刘秀 破离刘璇控制 自己在河北大树一片天地 并与刘璇决裂 刘璇被赤眉军杀害 刘秀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这也算是强行为汉朝打了一针强心计 让已经死去的汉朝政权又火了过来 虽然东汉西汉并非同一脉 但总归都是汉景帝的后代 刘秀此后 有他和丽丽华的儿子刘庄继位 刘庄之后是刘达上 这三代皇帝都能安喻国事 将内政外患妥妥的处理好 将东汉经济保持在一个稳定繁荣的态势 但问题就出在了汉张帝刘达上 刘达为人宽人 待人已成 这个特征放在普通人身上或许是优点 但分在皇帝身上可能就成了祸害 这位东汉的外戚和宦官之患埋下了伏笔 刘达是马皇后的养子 他感念马太后的抚育之恩 全然不顾刘秀殿下的外戚不得封侯当政的吟训 纵有马太后的主人 同时还大师封藏斗太后的亲族 外戚专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指刘达之后 新上任的皇帝基本都无子 且基本都是幼年小屁孩即位 小屁孩没有执政能力 只能有太后宁朝称之 于是斗士 邓士 阎士 梁士 和士 各家外戚势力轮番上坛执政 你一方唱吧 我登场 小皇帝无所一托 常常只能将宦官当作最能信任的人 久而久之 宦官也形成了另一股 与外戚对抗的势力 整个东汉自刘达之后的皇帝 基本都是在宦官和外戚的 控制的夹缝中生存 最终打破这平衡的是汉领帝刘宏 也是他直接导致的东汉灭亡 刘宏对自己的傀儡身份很满足 对于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权力争斗 他搞不懂也不想去懂 整天只知道给自己找乐子 在铝色上也是重于无睹 虽然贵为皇帝 但他最大的乐趣依然还是像他当初 在田家老宅做地主时 免财买天买地 为了免财 他甚至在西元设置了卖官交易所 除了皇位 几乎所有的官位都可以用钱来买 而花钱买了官的人 自然要加倍的从老百姓身上刮回来 于是全国上下贪污成功 导致民怨沸腾 屡次爆发农民起义 东汉走在了毁灭的边缘 刘宏有两子 分别是刘宴和刘贤 刘宴是屠户之旅和皇后的儿子 刘宏也是个浪荡子 有这样的父母自然刘贤也好不到哪去 相比之下 刘邪从小有董太后抚养 聪明睿子 刘宏虽然有意传位于刘邪 但是和皇后的哥哥何静手握中兵 刘宏生前也不敢废了太子刘贤 临终时刘宏委托宦官 简硕协助刘邪继位 简硕虽忠心有余 但计划失败 最终和皇后和何静 先发制人让刘贤继位 此时宦官集团和和氏外戚集团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态势 何静拉来了袁绍和董卓来协助 何氏先干到了简硕和灵地的母亲董太后 借着宦官集团的张让又骗杀了何静 但面对何静的部下和袁绍的弟弟袁树的逼迫 还是挂不敌众 只好先刘贤和刘邪出逃 逃到了黄河边 遇到了正要赶往皇宫的董卓 董卓本来是给何静去助寸的 一看何静已死 而现在自己两皇子在头 临时改变了主意 他收遍了何静的余部杀了刘贤 逼迫何太后 理流邪为帝 也就是汉先帝 汉先帝虽然聪明睿子 但是生不逢时 轮到他做皇帝时 已经是天下大乱 各大军阀割据 流邪先后成为董卓和曹操的傀儡 在鸟络中隐忍透身 最后为汉朝送终 自此天下进入三国争雄时代 让你试着